范马勇次郎的肌肉和他一流 那纯度真是太低了 男人为了锻炼出一身完美的肌肉 开始在健身房拼命地训练 每次锻炼都会让自己完全立即为止 很快他的肌肉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看着镜子中那区呼吁完美的身体 杨马开始逐渐迷失自我 为了能够无时无刻地锻炼身体 他甚至把健身器材全部帮回了家中 女友刚准备叫他吃晚餐 结果出门就被雅琳给办了 然而当女友看到了他的八块腹筋 不但没有发火 反而主动投怀送抱 可对于女友准备的晚餐 杨马却十分的不满 因为他已经戒掉了碳水 只吃对增机有用的蛋来质 女友本想约他一起为爱补者 但是杨马却表示自己四点就要起床 虽然现在只有七点 但他已经准备去睡觉了 可就在这时快递小哥突然按响门铃 这让准备睡觉的杨马怒暴 他警告对方要是再敢按门铃打扰自己睡觉 那么杨马就让他登上明天报纸的头条 第二天杨马就在健身房 遇见了他的第一个竞争对手 出于男人之间的胜负欲 自认为身材无敌的杨马 直接邀请男人进行卧推比赛 两人越推越美 直到杠铃放下的最后一刻 尽管杨马拼尽全力 可结果最终还是慢了男人零点无名 男人满脸不懈的嘲讽杨马实在太容易 根本不配做他的对手 并且留下了一句菜就多练便转身离开 杨马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挫折 为了能够变得更强 他甚至偷走了女友的银行卡 去购买昂贵的私人客厂 而每天早上吃三十的鸡蛋更是家常便饭 渐渐的杨马的身后也出现了白色的银子 很快杨马的行为就引起了女友的共鸣 可杨马却无视女友的话继续跳手 女友刚向上前阻止 此时的杨马已经十分的苦 就连简单的跳什么都能产生可怕的理由 可更离谱的是 他竟然在家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攀岩时刻 女友看到这一幕人多傻 更气愤的是杨马已经把他银行卡里的五十万元全部花光了 女友愤怒的质问杨马是如何知道密码的 谁知杨马却淡定的说出是他前男友的生日 听到答案的女友彻底绷不住 他让杨马立刻滚出公寓 杨马没有回答而是打开窗户 当着女友的面直接从27楼的窗户爬了出去 第二天杨马再次遇到了岸边路板 为了能够一雪前耻 两人决定在跑步机上进行一场比赢较量 规则是当跑步机的时速达到25公里时 率先抢下遥控器停止的人则会获胜 自从上一次杨马输给了对方后 被摔成狗吃屎的样子让他怀恨在心 而这一次杨马有着必胜的信心 只见他直接脱掉爱事的衣服 露出了他那一身快要摔到爆炸的机会 而西北老汉也明显察觉出了杨马身体变了 他连最难锻炼到的前驱机都发达了空气 随着跑步机的速度越来越快 杨马的身体也再次发生了变异 此刻的杨马已经不能被称之为人类 为了能让游戏变得更加刺激 他开始背对着跑步机跑 看到这一幕的老汉人都傻了 可下一秒杨马就抓起20公斤的眼 将两人身后的落地窗擦碎 今日的较量计分高下也绝生死 而此时的跑步机已经来到了22公里每小时 老汉刚想抢下遥控器阻止这场荒唐的游戏 可结果却被杨马掰断了三根手指 而剩下的两根是杨马特地留给他最后抢遥控器 眼看这家伙要和自己玩命 老汉也不再隐藏 他利用天堂之门的替身门 详细查看了杨马的记忆 我看不知道 这一看直接被吓了一条 杨马的女友 还有快递小哥 以及私人教练都被杨马给干掉 此时时速已经来到了24.5公里每小时 两人的速度都已经达到了几细 表情也开始变得逐渐争论 此时杨马虽然已经拿到了遥控器 可老汉却不想如此轻易地丢掉心 当即利用天堂之门对杨马的命运进行修改 他命令杨马对着自己的跑步机按下暂停键 于是胜利的杨马反而被跑步机甩出了窗外 好在有惊无险 虽然保住了一条小命 可老汉却不敢回头去查看窗外的杨马 因为杨马的肌肉已经不能用人类来行 他的肌肉已经长出了堪比神的翅膀 这种标志无庸置疑的说明了 杨马已经被大力神赫尔莫斯覆射 真正的成为了以凡肉之躯比肩神明的祖宝 岸边路半没有丝毫停留 生怕对方再爬上来给自己干掉 便匆匆的离开了这里